美國國會兩黨議員 聯合推出了一項打擊中共強摘器官行為的法案 該法案如果通過 美國政府將可以制裁參與販運人口 以及強摘器官的個人與政府 3月初來自兩黨的參眾兩院議員聯合提出了法案 來打擊中共政府的強摘器官暴行 2020年3月位於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裁定 強摘人體器官已在中國各地大規模發生多年 其中的受害者包括法輪功學員 而他們可能是主要的人體器官來源 長期關注強摘器官議題的 國際人權律師大衛‧麥塔斯表示 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通過恐嚇和強權來維持統治 過去 美國曾有多次國會聽證會和決議案 譴責中共強制摘器官 但並未簽署成為法律 人權團體認為 這項新法案朝向正確的方向 邁出重要的一步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